中国原子城 中国原子城 海燕县西海镇 不仅硬刻下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第一颗氢弹诞生的伟大壮举 也捐刻下了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 勇于登攀的两代一新精神 中国原子城是座功勋之城 精神摇篮 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海北洲西海镇是一个英雄的城市 在这里诞生了咱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第一颗氢弹 都在我们海北洲西海镇研制 我们负有很重要的责任 把两代一新精神传承下去 落实好传承红色基因 根据红色血脉的要求 所以我们的红色盐屑 还有生态旅游 在海北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 是为记录原子城历史和纪念民族功勋人物 传承和弘扬两代一新精神 而兴建的纪念场馆 纪念园区占地面积12.2公顷 承受有596之路 缅怀厅 纪念碑等教育景观 纪念馆展成面积为6015平方米 展出图片600日幅 陈列首摇计算机 原始文献资料等928件革命文物 展览以宏大的叙事逻辑 将传统图片、文物展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复原模拟现场与高科技展示场景相衬托 集中体现了两代光辉历程 体现了两代一新精神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是红色的记忆 文化的殿堂、思想的融物 真实记录了新中国核事业 所经历的抉择决策 规划起步、自主创业 创造辉煌的光辉岁月 生动彰显了核事业战线 功臣不必在我的境界 和功臣必定有我的担当 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 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纪念馆现已成为全国人民 灵力、增性、崇德、力行的历史课堂 成为各族干部群众 进化心灵、开拓视野、起逼方向 汲取历史智慧和激发奋进力量的思想宝库 昔日守卫森严的军事禁地 早已揭开神秘的面纱 成为青海的旅游圣地 但使命与光荣从未远去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勇于灯攀的两半一星精神 涌放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